尖叫聲 引爆全場 超級巨星 台勒斯 獨家燈上 新加坡國家體育場 演唱經典名曲Share Eat Off 讓底下歌迷聽得如痴如醉 只是本來有可能來台北大巨蛋 卻被新加坡截足新燈 講完安 改口了 台北大巨蛋其實 最重要我們還是以舉辦運動賽事為主 從去年底的亞洲棒球儀錶賽 到前幾天我們特別邀請日本獨卖巨人 其實也深受市民朋友的喜愛 這不是浩大喜功 什麼才是浩大喜功呢 爭取泰勒斯來台失敗 並沒有什麼 努力就是了 但為什麼對市民沒有個交代呢 講完安 搶輸新國不是沒有原因 外船為了搶下東南亞獨家主辦權 新加坡可是祭輸贏單攻勢 每一場也將會補助300萬美元 換算將近台幣9500萬 看準的是曾拿下14項格萊美獎 史上唯一一位獲得4次年度專輯的 流行音樂巨星 能夠帶動新國觀光產業 約3.7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這個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啦 但是總是緣分會到啦 我想時間到了 當然就會水到漆程 針對網友超萬 泰勒斯何時能來台開唱 高雄市長陳其邁強調 邀請泰勒斯來台 這是台灣最有共識的一點 但現在也只能看著新加坡 數鈔票 明星和旅客英雄好 泰勒斯 停止 感谢观看